主内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根据总教区今年将临期的反思册子 圣言长心地临在我们中,来做分享 兄弟姐妹们可以上教委网站下载这期的反思内容 现在我们要进行将临期第四主日的反思 主题是顺服圣言 大家可以翻到反思册子的第26页 我们先做个开始的祈祷 兄弟姐妹们,让我们一起画圣号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次聚会和祈祷的时刻 我们在喜悦中等待你应许的圣子降生 当我们在圣经中听到你的话语时 愿我们开放地跟随你的启示 激发我们的灵魂 使我们走向信仰,并顺服你的指示 正如玛利亚的顺从 使基督在他胎中孕育 让我们顺服,使他淋于我们心中 阿们 我们先听读经一 伊萨伊亚仙之书 第七章 第十至十四节 公读 伊萨伊亚仙之书 六年或五年以后 阿兰将被消灭 厄佛拉因将要衰败 假使你们不肯相信 你们必然不能存立 上主又对阿兰赐说 你向上主你的天主要求一个真兆吧 或求诸音符深处 或求诸上天高处 阿哈兰赐回答说 阿哈兰赐回答说 我不要求 我不愿试探上主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接下来是读经二 罗马书第一章 第一至七节 公读 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 基督耶稣的仆人 保禄 蒙照做宗徒 被选拔为传天主的福音 这福音 是天主先前借自己的先知 在圣经上所预许的 是论及他的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按肉身 是生于达位的后裔 按至圣的神性 由于他从死者中复活 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 借着他 我们领受了宗徒职务的恩宠 为使万民服从信德 以光荣他的圣名 其中 也有你们这些蒙照 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我 保禄 智书与一切 住在罗马 为天主所钟爱 并蒙照为圣徒的人 愿恩宠与平安 由我们的父天主 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赐予你们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接下来 让我们聆听福音 《玛窦福音》第一章 第十八至二十四节 公读圣玛窦福音 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 她的母亲玛利亚 许配于若瑟后 在同居前 她因圣神有孕的事 已显示出来 她的丈夫若瑟 因是义人 不愿公开羞辱她 有意暗暗地羞退她 当她在思虑这事时 看 在梦中上主的天使 显现给她说 达卫之子若瑟 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 因为那在她内受生的 是出于圣神 她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 因为她要把自己的民族 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这一切事的发生 是为应验上主 借先知所说的话 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 人将称她的名字为 厄马努尔 意思是 天主与我们同在 若瑟从睡梦中醒来 就照上主的天使 所嘱咐的伴了 娶了她的妻子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兄弟姐妹们 你从经文中得到什么触动 是什么触动你的内心呢 请在这触动中停留片刻 让我们用一些时间 反思以下的问题 上次我遇到困难时 我是如何应对的 在那种情况下 我是否运用了天主圣言呢 这读经邀请我们 要时常对天主有信心 在研读和背诵经文方面 我面临哪些障碍呢 以便天主圣言 可以引导我的生活 以上是今天的反思 接下来是结束的祈祷 现在让我们一起画圣号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天父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 你的圣子圣经 以及此时此地的每一个人 你的恩赐很丰厚 但当我们经历困难时 我们经常忘记你的恩赐 愿我们牢记在心 在挑战来临时 思考今天所说的话 当我们回想起 你的爱和你圣子的救赎工作时 愿我们的信心不断更新 让我们为我们的主 和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做好准备 阿们 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的反思已来到尾声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愿天主祝福你 我们在下一回的反思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